而自由時報同樣要來看到了 是總統蔡英文的國慶演說 主題就是自信沉穩 國家前進 讓世界因台灣而更好 除了強調和平是兩岸的唯一選項 也表示願意是以對等尊嚴為前提 以民主對話為程序 與北京當局來發展 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來看我們的香港報道 即將由總統府管理台後方進場 雷虎小組飛越總統府上空 藍紅白三色勝利踩煙 划過天空 場面超壯觀 有英高教肌以5級編隊的大雁隊形 由北向南通過主席台向總統致敬 展現空軍捍衛領空精神 更特別的是今年國慶大典的國歌領唱 除了有總統府前主場 同時也安排了停泊在左營軍港的 玉山軍艦海軍官兵 透過直播隔空參與國歌領唱 伴隨國歌悠揚英服官兵拉出巨服國旗 這場國慶大典中華民國國旗處處可見 但中華民國四個字 在總統蔡英文的演說中卻出現不多 蔡英文任內最後一次國慶大典致辭中大提36次台灣 只有五次中華民國以及兩次中華民國台灣 強化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 要讓世界更看見台灣 既然記得有綜合報導 -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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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